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人口販賣這個詞語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但是有沒有想過其實是一件好恐怖的事 在美洲好多女生都好容易被人拐賣 被人捉監禁之後成為這些 人口販賣商的商品好像物品一樣 運到美國之後被迫賣飲 而這些非法罪犯賺了很多錢 雖然說人口販賣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罪大惡極了 但是它龐大的利潤也令到它成為全球第三大非法產業 而美國的性奴隸其實大多數都是來自墨西哥 特拉斯卡拉州根據統計 正在這個州的行政區就有35個 和人口販賣有關聯地點 其中將整個非法產業撐起來 竟然就是一個只有萬多人的 又不起眼的小鎮 這個鎮就叫特南新哥了 和都不要小看這個小鎮 雖然它只有萬多人 其實它是有著一個很龐大的人口販賣組織 是整個產業鏈在小鎮裡的 它每年是可以靠著販賣人口 強迫女性賣淫這類生意 是賺到超過10億美金 在這裏有不少豪宅 而當地居民都知道這些豪宅到底是誰 亦都知道他們用什麼手段去發家自負 但是這一類販賣人口的商人 亦都是有和黑幫勾結 大家都只能夠選擇沉默不出聲 其實這裏曾經都是一個普通的小鎮來的 但是在1950年代墨西哥出現失業潮之後 所有東西都變了 當時因為這個失業潮的關係 其實很多的狀年人口 在大城市都找不到工作 就唯有回鄉下看看有什麼做 但發現其實鄉下和大城市一樣 機會都不多 人工又不高 隨著失業率上升 自安都有變差 好多人就去了做搶東西偷東西 但是這一個小鎮的男人 就選擇了最恐怖的一種職業 就是人口販賣 靠著剝削其他人去維持自己的生計 那這些男人就開始在街上誘拐 這些未成年的女子就逼他賣淫 亦都是將他送去墨西哥各大城市自己 就成為了所謂的馬夫歸公 噴龐大的收入 亦都是令到越來越多人 加入這一個行業 好快 整個城鎮成為歸公馬夫的大城 這些妓女所生的男子 亦都是走返這條這樣的奴債感 特南新哥鎮成為全墨西哥最有名的富裕之城 但是怎樣腐發呢 我想都不是這麼剛才了 鎮上面其實有好幾個這類這樣的 叫做歸公家族 他們跟當地政府 警察 關係好好的 亦都是令到他們的事業 越來越穩固 就是這樣了 他是透過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亦都去找他們的商品 因為鎮上面的女子 已經是無辦法滿足到他們的需求 所以他們已經是放眼去墨西哥全國 而為了掩人耳目 這些大家族是拋棄了以前 直接用暴力綁架的方式 他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用愛情去欺騙這些單純的女子家族的首領 就在內部找一些又年輕又帥仔 又聰明的男子教他們怎樣溝女 哄女子開心 亦都是用重金買跑車 名牌衫 令到這些男子看下去是富家子弟 再將他們送去全國去狩獵 而就是這些所謂白馬王子 就會變成墨西哥好多女子的噩夢了 這裏講個例子 有一個來自墨西哥叫Rosa的女子 當她被人拐賣詐騙時 她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子 她記得當時有一個自稱家 是開服裝店的年輕人 就對她講好多好甜言物語的說話 亦都用鮮花好高檔的禮物去追她 在貧困小鎮生活的Rosa 對著這些富二代的追求 好快就沉淪了下去了 而她是滿心歡喜的跟著一個男人 去了特南新哥 亦都是入了她豪宅 認識了她的家人 令到她好驚喜的 就是她的家人都好好喜歡她 不單止對她好好 亦都是同她講 只要她願意 她們可以一起去美國做事 好快了 她亦都可以擁有到自己的豪宅 那這個這麼厲害的夢想 就令到她整個人都沉淪了下去 好容易就答應了她 在她十八歲那年 她們一起飛去美國 但是她不知道 她這個所謂的美國夢 其實是一個永遠醒不到的噩夢 而當她去到美國 所有事都變了 她發現這個男人根本不愛她 原本的工作其實不存在 她所謂的夢想 榮華富貴的夢想全部是假的 她這個男朋友竟然逼她賣淫 本來十七八歲的Rosa 就要去跟著她的意思 去出賣自己的肉體去賺錢 如果她不願意 她的男朋友就要困她在房裡 不給水不給東西她吃 由於人生路不熟 語言又不通 唯有選擇服從 去做一些她自己完全不想做的事 另一個例子 就是同樣來自貧困鄉下的女仔 叫桑德拉 她家有十六個兄弟姐妹 從小到大都是要打工 賺生活費 在她十九歲那年 她就遇見到一個叫阿爾弗雷多的男人 這個男人就告訴她 她哥哥在當地開手機行 店頭好缺人想找她做事 而桑德拉就給了自己手機號碼她 過無幾日就收到電話 亦都是同她講 是可以去手機行上班 一個禮拜之後 阿爾弗雷多就告訴桑德拉 她好喜歡她 希望可以娶她做老婆 亦都同她講 她家只要三十分鐘車程 就可以去到 希望就可以一齊回家見父母 面對這些 這麼厲害的甜言物語 桑德拉都答應 但沒想到 這一次三十分鐘車程的旅行 竟然一路玩到八個小時 一路上她好疑惑 但阿爾弗雷多也是用她把口 玩留了她 之後她們就一路開車 開到特男新歌 沒想到一來到這裏 男人就變了另一個人 脫了她的衣服 強暴了她之後 被迫要給她 捉她賣淫 甚至乎每日 要接至少三十個客人才有飯吃 不算是李M都一樣要她去做 而上邊這個例子 已經算是比較沒有那麼恐怖 甚至乎有部分的女生 是要做外送妹 是被迫連續十六個小時 要接八十個客人 而這些歸公馬夫家族 是靠著這樣的模式 由全墨西哥去欺騙女生 去到這個城市 再分發回到全國各地 後來她們發現原來 送她們去美國是最賺錢的 於是這些女生 就開始送到去美國各大城市 而其中送得最多的 就是紐約的皇后區 而送到過來的女生 其實她們語言不通 無手機 無得上網 這些歸公是派人 二十四小時監控著她們 桑德拉就說 如果那天運氣好 她只需要接三十個客人 但是在紐約 她可能要連續十六個小時 然後是接八十個 這些嫖客 而這些歸公也都會 跟當地的士司機合作 這些的士司機 會在車上 送一些叫小姐卡 給乘客 這些所謂的小姐卡 其實就跟大陸那些 色情色卡片一樣 如果乘客有需要 就可以打卡片上的電話 喊小姐 而這些女生 喊到去當地之後 就會好似送外賣 送到去客人家 或者指定地方 到了之後 嫖客就會對這些女生 做她想做的事 完事之後 又會載她們去下一個地方 繼續賣淫 而這些女生 就一直被這些人利用 就為這一個這樣陣的男人 發大財 原來這一個城鎮 他們那些人的思想 都是極度扭曲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原來那裏 十個男的 就有一個表示自己 未來的夢想 就是想做這些所謂的 歸公和馬夫 有接近一半的男生表示 自己曾經聽過 同學或者朋友 有這種想法 而墨西哥其他村的 多數都是做農業的 但是他們這裏 全部出來的都是 歸公馬夫 當地居民一早就覺得 見怪不怪 亦都是因為 他們是和不少家族 黑幫勾結 就算想幫想出聲都沒用 只會是拿屎上身 而這一個的城鎮 亦都是有一個很荒謬的事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皮條客的嘉年華 皮條客就是貴公和馬夫 而每年的二月 這類的皮條客 就會帶著自己的商品 衣感橫香 數量越多 就越顯示到自己的事業做得大 而這些皮條客 會在這幾日 穿著一些奇裝衣服 拿著邊 後邊亦都是跟著幾個 穿到好性感的年輕孟美女仔 當然這些女仔 都是被他們迫著上街 不可以流露出一絲絲的傷感 這類荒謬的活動 現在還有很多人 是單純的相信 只是一場嘉年華 可能大家都有個疑問 為何這些女仔 沒想過走 其實他們當然想走 只不過太困難了 好像剛剛說 他是被人 丟去這些人生路不熟的地方 首先語言上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再加上是有人監控著他們 是完全失去自有 你如果就算想走 都不是個個容易走得到 而且只要有人是成功走得掉 其他人的監控監視 是會變到更加之嚴格 另外這些大家族也都跟黑幫勾結 他們就會以這些女仔的家人 性命做威脅 逼他們繼續去買飲 還有這些女仔所生的小朋友 也都成為威脅他們的籌碼 雖然政府和警方都有破獲到這類案件 但是其實都只是所謂的冰山一角 現在美國也都有同樣的狀況 美國政府曾經是捉到 這些所謂的皮條客家族的渠頭 而根據他所講 美國目前捉到和救到的女仔數量 只不過是只有3% 當然也都有部分人是自己可以走到出來 但是其實不管墨西哥還是美國都好 仍然有很多女仔每日是受緊這一類 這樣的折磨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